就给他带来一期新的惹鬼禁忌 今天的话是清明节 清明节 清明节的话我们到底要去做什么死呢 今天要去坟地挑战五个禁忌 据说在清明节当天去挑战这五个禁忌的话 就会有鬼来把我们搞死 那我就是比较满的人了 偏觉得他搞不死我 那今天我们要挑战的五个禁忌就是 第一个就是把我们身上的阳火拍灭 据说半夜要是在路上阳火拍灭的话 那些鬼的话是很容易说过来靠近你来搞你的 因为毕竟没有阳火的保护 我们人是比较虚弱的 第二个禁忌就是对着墓地自拍 据说呢在这种鬼节的时候 不能在外面乱拍照 拍照的话有可能会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拍到相机里面 我们今天也去试一下 第三个禁忌呢就是采灭名指 会惹到他们的愤怒 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偷吃忌品 我是买了两个鸡腿 到时候用献给这个鬼胸 到时候我们再过去把那个祭品再偷吃掉 他有可能也会生气 第五个呢就是不能在鬼节的时候乱动那些牧主人的东西 因为乱动的话也是会引起他的不开心 今天看看做五个禁忌 在清明节的时候 这些好兄弟呢对我是什么反应 我今天的话也是带上我的直播间的小伙伴 今天是一同去牧地里去实验一下 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奇怪事情发生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去牧地那边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墳地这边了 这个牧主人大家应该很熟悉 就是之前我们调戏过几次的这个牧主人啊 不是调戏啊 就是来跟我配合过节目的这个牧主人 那我们现在的话首先是要把自己的伤把火给拍灭掉 这样方便好兄弟来搞我们 好的那我们先拍灭掉吧 就这样拍啊 把我们头上这个火啊 都这样拍灭啊 拍灭掉 好兄弟过来搞我啊 后面好兄弟 好 大概全拍了 拍了一下了 然后 那边好像站了一个好兄弟啊 怎么说呢 那我们第一个目标已经完成了 现在感觉是有点虚了啊 因为刚刚这样拍几下之后呢 心里感觉是有点虚虚的感觉 我们现在就接下来第二个找牧主人自拍 看能不能拍到这个牧主人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拿手机过去自拍一下 好兄弟 出来跟我比个夜市啊 来我们来合影一张 来拍一张照片合影一张 来拍几张啊 拍几张 出来吧好兄弟 今天清明节出来happy一下 啊 跟我合影一几张 啊之前来过的 啊好的 好的那我刚刚 我刚 刚有声音 你们有没有听到 不知道是我 我听出来怎么样的 刚我说话的时候 突然有个咯咯咯的声音 好的那我们刚刚已经和这边的好兄弟合影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挑战第三个 烧名子彩名子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烧纸钱了 来彩灭吧 哇这个烟太大 现在已经开烧了啊 我就不给你们看烧纸钱的画面了 不给你们看了 我不给你们看烧纸钱的画面了 因为我怕被封了 为了你们还能继续看下去 我就直接这样子吧 好吧 我怕被封掉 本来现在已经烧钱了 很乖呀 不掉兄弟啊 现在保持住 不要让风吹过来 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你们烧钱啊 可以可以可以 非常棒 烧万点烧万点 大家都分钱都分钱 这边兄弟都过来 都过来 分钱了分钱了 这个真的 过来分钱吧分钱了 可以了 事实后那个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 我的相机 我操 我相机差点烧没了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烧钱了 我们现在就挑战采名字 我操 我操 鞋子都要烧掉了 难受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名字都烧 烧干净点 不然的话有点脏啊 好的 现在剩下的名字都烧干净了 我们现在就挑战第四个竞技 不能乱动 牧主人的东西啊 有人经过 刚刚我答案在挑战 第四个挑战的时候呢 直播呢 这个声音系统哦 它自动关掉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bug之类的 当然我也没动这个手机 直播的小伙伴也知道 我当然首都在这边的 我觉得 要么就是这个好兄弟想吓我 这种低端的吓人方法 我是不会被你吓到的啊 在鬼节的时候 不能随便乱摸 别人目的上的东西啊 啊 你们千万不要乱摸 不要学我这样子 摸这些什么压分子之类的 摸这个压分子 就等于说 对他的不尊重啊 他有可能会生气 看这个好兄弟的家里啊 他家门口 这个花 感觉有点乱 我们就好心啊 乱动一下 把他摆 把他摆 摆着其眼 好 这样摆一下就很好看 这样摆一下就很好看 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乱动这个牧主人的东西了 那我们现在就下个挑战 就是偷吃祭瓶 那先供奉给这个好兄弟啊 好兄弟啊 这个鸭腿就供奉给你了 请你享用 然后供奉给鬼的话 我们要烧一根香 插在这个食物上面 这个鬼才会去进食啊 好 我们现在打开 这个香给烧倒了 这个风非常大 把香好 要冒效成功了 好的 就烧倒了 摆一下这个好兄弟啊 这鸭腿就给你吃了 这鸭腿就给你吃了 好兄弟 这个鸭腿就给你吃了 插到这个鸭腿上面啊 就直接不等了吧 我们把这个鸭腿拿下来 这粉弹已经是他的东西了 然后我们现在直接抢过来吃掉 然后我们直接就把这个香 直接插到这上面灭掉啊 就这样灭掉 然后上面是张了这个香灰的 好干啊 我觉得我要被噎死 这东西真太干了 差不多吃完了 咬起来还有那种沙这样的感觉 今天鬼节五个禁忌完成了 给我的感觉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现在回去说个总结吧 刚刚我们在外面挑战了五个鬼节禁忌 在现场呢 我是听到了有那种敲击铁门的声音 还有一些脚步声啊 但是怎么说呢 毕竟是做了一些对那些好兄弟 有点不尊敬的事情 明天打算是过去那边再给他们烧点纸钱 就跟他们道个歉 这样是最好的 然后大家也千万不要模仿我以上视频的这些行为 要是想赞助方琳的话 可以通过充电的方式 或者说 把子